布農族騎老拿著壽谷 禀告祖靈 象征部落的小米將會豐收 由東部清以及東群部落學校 舉辦的布農族小米收穫祭課程教學 25號在岩坪鄉蝴蝶谷舉辦 將透過採收小米的過程 學習布農族收穫祭的文化內涵 讓小朋友去操作祈禱語 或是怎麼綁小米 傳小米的順序 採收小米的禁忌 以及我們在這過程之前 我們也會學釀酒 學習殺豬分食的過程 以及這個換工豬在布農族的文化意涵 青年們一次排開 安靜的採收小米 手中的小米稅也從左到右依序傳遞 更不能有人中途離隊 就怕會觸犯傳統禁忌 因為怕是說你一個人跑出去了 那我們的小米要跟著你跑了 因為以前的種小米很不容易成長 那今年的收成 也就是你今年這一年到明年要吃的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不可以要休息 要喝水 或者說個人要方便 那都必須是要整體經過統一的行動 收這個小米的過程當中都不能吃甜食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你的小米加了甜食以後 你的吃的量會很大 那你可能會把今年的收成很快就給吃完了 所以我們就會飢荒 校長表示採收結束之後 將會舉辦禁倉祭與年終祭 雖然小米逐漸被其他作物取代 但是布農族小米文化仍需保存 讓青年們能透過文化學習 布農族換工以及分享的意涵 記者 台東研平採訪報導 台東研平採訪報導 fest